你麻煩 我們要先看 要急… 大聲痛苦喊叫 高雄夢時代曠年晚會搖滾區 爆發嚴重 激烈推擠 民眾幾乎臉貼臉 表情扭曲 就拿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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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先掃開 先掃開 民眾大喊 有人拿刀 整群人跌倒踩踏 驚慌 驚恐 嚇哭了 如同電影時速列車 你不要哭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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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在太擁擠大喊 退後也沒用 根本就動不了 有人乾脆直接越過圍欄 小命最重要 幹嘛啦 有人拿刀啊 從妖怪區到外圍都在逃命 甚至拍打門 想要進到百貨公司 就連台上表演團體 有人拿刀 放 爆粗口 有人拿刀 終端演出緊急下台 但這句話如同火上聽油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是胡龍一場 兩位在吵架 一查的時候才知道是圓子筆 師傅大動作澄清是烏龍 也出示目擊民眾手機錄影 好錯情侶喔 好錯情侶喔 白貓男大聲嗆下定高機 接著包包一甩 手伸進去掏東西 這難不成是要亮傢伙嗎 是六公分長刀子 還是圓子筆 但錄影這時中斷了 社會的說法也讓網友質疑 吵架吵到哪筆滿奇怪的 怎麼證實呢 根本沒有看到東西 粉絲掩蓋真相片很大 原來是圓子筆 還以為是原子彈呢 原來所有人拿刀子 然後就開始因為 黃色影機過來 然後他在炒的時候 有沒有壓在地上 白貓男沒抓到關心錄影 也中斷是否警方一口同聲 拿的是筆不是刀 留下諸多疑問 但高雄跨年晚會推及踩踏 造成三十六人受傷 也讓是否面子丟光光